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六点到七点钟的节目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介绍一本书 但这本书很有意思 书名叫做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故事团队请喵喵汪汪说故事给你听 这书名是不是听起来像童书一样 我告诉你错 它是一本道道滴滴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业的历史角度出发 让你看到在古今中外 跟猫跟狗有关的人类的历史 现在我们现场的 当然是历史学的博士 目前在中央大学中文系 担任助理教授的胡川安教授 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川安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是那个吗 没错 就是我们过去几年来 其实陆续访问过他 有时候谈何时 有时候谈日本的历史 有时候又谈到日本的相关的话题 然后各位也许可以在我们的 同其他时段也听过 他们谈过什么中华民国断交史之类的 这就是各位会感觉到的 一个学历史的胡川安教授 其实他的面向相当的渊博 十一柱星都是历史 可以这样讲吧 没错 过去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历史 猫啊狗也可以成为历史 但是这个部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其实要回到故事团队 也就是故事团队 各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网站 我们过去在访问你的时候 其实也谈过好几次 谈到故事 对不对 现在越做越有规模了 我们其实2014年9月开始成立网站 然后到2015年 我们有一个公司的形式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发现网路上的声量还蛮大的 因为大家如果现在去看故事 写给所有人的历史 我们AFB的粉丝也突破20万了 然后每个月触及率可以到百万 但大家想说这网路的流量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 除了它是一个网路的流量跟声量 它其实也是一种商业的 可以考虑的一个形式 没错 对对对 我会说因为现在很多种创业的形式 OK好 这本书呢 是月之出版社所出版的 它的这个编者是挂胡川安的名字 但是插图是猫小姐 但重要的是它后面呢 我有留意到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创作 对不对 有相当多的朋友 不同领域的朋友 甚至有一些根本不是学历史的 他们呢 也加入了这本书的这个集体创作 这都是故事最厉害的地方 你们现在大家有多少作者去 作者有给我 给过我们搞的超过两百个 对 但是他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但是比较长写的 比较长写的 就是我们有个专栏作者 大概20个左右 但是他们有志于 就是一辈子就是靠写作者 那就说 这所谓专栏作者 就是说他会定期的公稿 对 然后比如说 他可能两个礼拜一篇 或是一个月一篇 然后他可能就算白天有其他工作 他也是会想要成为一个作者 这就是现在数月网络年代的一个 网络社群最厉害的地方 你可以有其他的关注点 但是你也可以在雨霞的时候 透过网络网站 才发展出你的第二 或第三的兴趣跟专长 对不对 好 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这个书有 这个角度有趣 来我们就要挑战一下 这个胡川安教授了 猫阿狗的会说吗 他们会说人类的历史吗 他们不会说 但是我们可以帮他说出来 这就是我们历史学家厉害的地方 我们说英文一句叫empower 就是你给他这个力量 他就会说出来 这是我们历史学家 比如说过去的人都死了 他会说吗 也不一定会说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材料 让他说出话来 那我说猫跟狗 我说为什么说猫狗 看到了人类文明史 我们里面虽然在讲猫跟狗 可是反映的是过去猫跟狗 人类相处的生活 还有人类的一个历史 没错因为这一群猫跟狗并不是在这个荒岛上面自己在过日子 他其实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 但是在人类相当早的这个阶段里面 人类本身也没有文字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讲说 人类历史都是要靠传说 或考古 对或考古 那猫阿狗的这些所说出来的人类文明史 某种程度上有一部分也是靠这个考古吧 对就是很好玩 因为我们知道猫跟狗本来都是野生的像猫可能是从狼转或就慢慢 我是不能打个岔 对我看你的书说我才知道 原来中国古代没有理论上应该是没有猫吗 没有猫 我们的猫是从外面移植过来 就是我里面有引用一段文字嘛 对 那本书叫玉蟹 玉就是大家王子旁加一点 那蟹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诗 就尸体的诗下面在一个销 玉蟹这是一本书 然后它里面有提到猫本来就不是中国种 它是因为唐三藏取经 然后从带出带回来经书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老鼠会偷咬那些经书 所以一开始中国的猫是从印度带进来 是为了要保护唐三藏的经书 所以我就说西游记里面少写的一种动物 西游记里面有猪嘛 有猴子嘛 可是它竟然没有猫 可是唐三藏真的是把猫从西方从印度带回来 所以猫本来就是中国不惨 但是中国古代的确唐代以前就是唐三藏之前 它们也是有一种像猫的东西 叫梨 对就是说以前我们才有所谓的梨猫换太子 梨猫换太子 就傻傻分不清 所以就说梨跟猫在古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它其实是分不清的 对没错 但是真正的猫是外来种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家猫的形式 那我们回到刚刚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考古就是说猫 它本来可能是野生的狼 它慢慢被人寻化之后 那狗也是从其他的东西去慢慢寻化的 那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一万年前当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 可是人类那个时候从狩猎的生活进入农耕生活 然后后来才有四大的古文明 所以农耕生活算是人类开始有文化或文明的起源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看到猫跟狗的墓葬 就是说以前人死了 当然可能有开始有自己的墓葬 但是他们既然会当时就把猫跟狗 就会帮他们安排了一个墓葬 这样只能够显示就是说真的是有感情的嘛 没感情你就丢掉了 没感情就可能乱葬了 然后可是说就是说人类开始改变 动这个猫跟狗的演化的路径之后 他们把它变成家畜了以后 的确就慢慢跟它产生感情 那这也是因为人开始进入了一个文明时代 所以猫跟狗也一起进入了 那人类也的确改变了 这个生物界的一个演化的走向 其实猫啊狗啊这个历史不只是在中国的中华大地的历史上 其实远远流长了 尤其是狗 那事实上在我看你书里面也讲了 古埃及啊 玛雅文明啊 这里头也都看得到这些生物的踪迹 没错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说当然中国它是 就是我们比较各个文化里面 它对猫对狗的一种想法 那古埃及里面非常好玩 因为古埃及人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听过一本书 他的书名就叫历史 就是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 对希罗多德有记录埃及跟猫的故事 他就有一次注意到 那个他们埃及就是在火烧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埃及猫呢 会跳进那个火场里面 然后那个埃及人为了去那个 飞猫扑火 飞猫扑火 然后后来埃及人就很害怕 他们猫在飞机跑进去火里面 所以当一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用人把那个火场围住 防止猫跑进去 所以但是那个火灾可能会 那个房子可能会烧掉 就反而忘了救火了 对 或者疏于救火了 对 可是他们就是说 如果有猫跑进去死掉以后 他们会用把自己的眉毛剃掉 用来表示爱动 那表示什么 要不然就是他们爱猫爱猫成吃 要不然就他们对猫这样被烧死 其实是不吉利的 他们其实是爱猫成吃 爱猫成吃 那他如果是狗跳进去的话 他们会全身的毛都剃光 所以就是对猫对狗 他们都有一定的爱护 而且对埃及文化 这历史够久了 这够久了 很久 而且还有一个最神奇的是 有猫的木乃伊 还有就是因为 这个 对 因为埃及人就是为什么会做成木乃伊 主要就是他们相信 来世要去进去不同的地方 而且特别是神才可以变成木乃伊 所以你看把猫变成木乃伊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让他变成神 在这本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这书里面非常有意思 他在第一章 有一个章节叫做王公贵族 你会觉得说 好像也感觉起来也对 王公贵族大概才有这个鱼侠 在那边没事养只狗 去打打猎 养只猫 没事抚摸他一下 可是在这个书的第二部 第一部里面 他还有一个章节是市井小民 就是说在那些市井小民里头 猫和狗 是怎么跟人民的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呢 马上回来 胡川安博士告诉你 好 我记得我以前在看一本 跟考古有关的书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讲古埃及的时候 那些王公贵族养的这些宠物 那个生活可比一般的民众好太多了 对不对 那真的你就只能够仰探说 我相信那些在修金字塔的那些 劳苦的大众们 他们一定会觉得 天哪 我们何其的悲哀 为什么命运不如那个贵族手里面的一只猫 一只狗呢 好 这就回来了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猫啊狗啊 在王公贵族的这个历史里头 他的确确是一个备受宠爱的 但是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 记录蛮夸张的 比如说汉代 汉代有一只狗 他说他的价值是十斤 就金字的金 十斤那一斤大概是等于多少 一斤大概是等于中产阶级一户的财产 所以十斤就是十户中产阶级的财产 在现在可能是买得起地宝 所以我就说一只狗竟然价钱是这么夸张 那等于是说 如果不小心弄伤他的事情 小们可能你一辈子都赔不起 就像现在你不小心撞到一个千万的超跑在路上一样 你就快哭了 因为光修理费你就赔不起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一只狗可以到这么贵 表示他非常宠 那猫也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猫奴 猫奴 古代那些皇帝跟皇宫贵族 那变成猫奴才更夸张 比如说里面我有举了几节故事 就是明神宗 大家都知道明代后期的几个皇帝都非常的昏庸 可能几十年不上朝 那我就说当然他不上朝在后宫搞东搞西 就是说明神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 他设立了一个猫儿房 就是专门养猫的房间 然后可是服侍明神宗这些都是太监 然后这些太监他找三个太监去服侍他这只猫 然后还有更夸张的就是他的猫死掉了之后 他跟那底下人说来来帮我写 我猫写个副文 写的最好的还有打赏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比我们现在想可以想象的 比如说蔡英文那只叫什么 想想 想想还夸张 可是以前那个皇帝他对待他的猫 就跟对待他的狗都非常的夸张 你在整个的这个猫啊狗的历史里头 其实我们还不能够忽略的一点是 就是说猫儿狗呢走进人类的艺术创作这一块 这也很明显对不对 就是说他不只是你日常生活的休闲 各位在想你在创作艺术的过程里面 人也是有时候我们会透过艺术创作如实的去 人嘛就算是人了 人会有如实的去记载出他生活周遭 所经历的所看到的生活世界 那自然而然会把跟我们相处 比较密切的一些宠物 画到我们的这个图像里头 这个在过去其实都有 那但也有一些可能是跟信仰也有关 有一些关系 那猫啊狗的 你们这边有一个有几个章节 我读了也津津有味 就是欧洲的美术看猫狗的地位 猫卢不要看的音乐史 那个主要就是说 音乐史的时候还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就是说刚才视频大哥就是说话里面 话里面是欧洲中古 欧洲中古世纪的确还有一些侍女化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比如说猫跟狗 他会放在跟侍女在旁边 那我们看到马尔他犬 他是比较小的 那他就可以跟那个就是侍女 我们可以看到 侍女就是养在他的一个房间里面 对那就是艺术里面 就是说跟人 我们可以看到猫跟人跟狗的一个互动 对但是那个猫琴 就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音乐史的一个污点 为什么就是把猫拿来做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类的一些那个乐器 他其实是从动物的皮来做的 比如日本有一种叫三味线 他是整块猫皮去做的 他那个三味线 三味线 对 对那个线 叫做共振的那个 是用猫皮去做的 那你甚至在上面有看过那小黑点 是他的内内 对 所以是那如果像中国的二虎 是用蟒蛇皮做的 那猫琴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就说我们知道 琴主要会发出声音 是因为你用那个就是那个里面有个撞击的东西去敲击那个琴弦嘛 但那猫琴就是用一个做成了一个琴盒了以后 他把猫找来就是每一只猫他找不同的声调 有些是高的有些是低 假设十只猫他把它关在那个盒子里面 然后他就是在弹琴的时候是用一个像类似钉子的地方 哦 其实是有一点 很可怕 对 他去钉 就是钉到他的尾巴 他就会发出激烈的叫声 所以因为他从高到低 然后就会弹奏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在欧洲音乐史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现象 但是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图都是跟什么连结在一起 都是他甚至在弹的时候 有一些低域的东西会跑出来 以前因为相信女巫好像会做法 然后大家想要女巫可能就会跟猫联想在一起 所以他在弹琴的时候 那个等于是整个的那个就是非常凄厉的叫声都会跑出来 然后后来发展到十八世纪很好玩 还有一些治疗忧郁症的仪式 他说弹猫琴可以让那些忧郁症的人专注精神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这本书说是从这边看人类的文明史 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对待动物 可能是反映我们自己对于就是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怎么去看它 你现在讲话其实我们回头再想一想 人类人类历史和尚不是这样的幽暗的曲折的走过来的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人跟某些动物的关系 恐怕都不是那么全面正面的 对不对 全方位是正面的 可是问题是随着人道主义的兴起 然后启蒙运动以后各种人权观念的提升 它慢慢慢慢其实也转移到对待我们身边周边的动物身上去了 好我们再看这本这个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样 每一年都会 比如说猫啊狗 像这种题材是怎么样子让它变成一个专题 因为就是我们当然是有个作者的讨论区 那就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每年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那我们就想跨年 特别是农历年的时候 农历年的时候 大家一般的网路上的媒体 或现在电视都是播一些没营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每年都来做一个跨年的专题 比如说今年猪年 我们就有猪的文化 各个文化怎么看猪 然后你们的猪肉的文化 那去年是狗年 那狗年的时候我就发稿给大家 就是各国的狗文化 全世界的狗的历史 它怎么来 甚至我们自这个狗怎么来的 那后来我就想说 狗年比较特别一点是说 大家都会把猫跟狗摆在一起 所以我发稿的时候 就是猫跟狗一起发出去 然后当然猫可能作为 就是没有在网路上先公布出来 等于说作为这本书的隐藏版 大家在网路上找不到 才会来买这本书 所以我就猫跟狗一起发下去 那同时我当时也是在想说 因为猫跟狗对人类的意义比较大 所以我也在想说猫狗发下回来的稿 对于就是我自己看了 就是说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会 那发现的确 就是作者给我的稿都让我非常惊艳 就刚才说我们从猫情 到各个文化里面猫狗 对于我看了以后才发现 其实真的是反映人类的历史 而且里面还有介绍一些 名人跟猫狗的关系 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像比如说我看了一张 也跟我们这个中国近代 现代历史 其实也会有一些关联的西乡龙圣 日本的话 这个非常重要的西乡龙圣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 那篇文章呢 说西乡龙圣的真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现有的这个雕像也好 画像也好 看起来都不一样 但是呢 有一个共同点 他喜欢带狗 这是事实 这一点是真的 大家如果去过东京 一定应该会去过上野公园 那上野公园里面有一个人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旁边跟着一只狗 他就是西乡龙圣 那西乡龙圣 因为他没有拍过真实的照片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长怎么样 可是西乡龙圣爱狗是非常出名的 爱狗到什么程度 因为西乡龙圣会去吃满鱼饭 那吃满鱼饭的时候 他会先满鱼饭上来的时候 他会先丢给他 这一文章写的蛮好笑的 老板非常生气 以为说你这样糟蹋我的这个满鱼饭 吃完第三碗 再要第四碗 他不给了 因为他以为就要丢给他 这个好玩 而且西乡龙圣更好玩的是说 他有一次就跟别人讲说 我告诉你 最近我纳了两个小气 然后大家想说 哇应该是年轻漂亮的吧 对 然后就说那你改天带来看看 结果他就把他两只狗带来 他就说这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小气 所以看得出来就说 即使这样一个大人物 他们爱狗还是成吃了 对 就是没有狗 但又有一个 我看你那篇文章也在说 他养狗当然除了喜欢狗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说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警戒 防身嘛 主要是他自己天生有一些影集的问题 对那当然就是说 主要是以前我们看这个大人物 就是说看他的故事的时候 觉得他硬邦邦的 因为就觉得可能是一个违心的英雄 加了这个猫狗的历史以后 整个人变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叔嘛 可是传爱你知道吗 你想这个就回到我们 我的本行政治的现实了 现在不是还在玩这个吗 对 你看那个美国白宫 那些总统们 不是 有事没事要逗一下狗啦 逗一下猫 逗一下宠物啦 让你看到我的某种柔和面 不是狗猫就是小孩 对 不出的三个嘛 台湾也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这有趣啊 那个叫三小了 对对对 小狗小猫小孩 小个猫小孩 对对对 这总是会讨巧的 对对 猫啊狗啊 然后小朋友啊 所以换下来讲说 其实猫狗说的人类历史 我们先回头来看 但也有一些像你刚刚讲的 那个猫前那种比较阴暗的部分 但多数来讲的话 大概看到的都是 人跟猫狗长期相处的整个历史的流变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正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人在跟猫狗相处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在想 猫啊狗啊 能够跟人类发展出这么亲密的感受 大概也跟这两种动物的特性有关 对没错 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里面我们讲的几个 大家看狗一般都讲说 就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人跟他的关系是人比较高 猫狗比较低 他比较忠诚 那但是就是 人跟猫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猫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篇就 我的序言就引用了一句话 就是法国有个人类学家叫Moss 就很有名的 他就说人类驯服了狗 但猫驯服了人类 大家每次听到这话 就非常的心有戚戚言 就是说觉得这个话 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嘛 就是那个他们就是 有拿东西给狗吃 狗就觉得你好好 你是我的神 但是他们就拿东西给猫吃了以后 猫就发现说 我果然是省衰 你才有拿东西给我吃 就完全不同的态度 对 好 猫跟狗的人跟人类的历史 到底是怎样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本书非常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第一个 他把猫跟狗的历史呢 是透过人的角度呢 缓缓的叙述 第二个呢 他又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宠物书 如果宠物书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他就是宠物书而已 可这本书是非常有历史深度的 因为他拉回到 从考古的资料里面看 人跟猫啊狗啊 这些过去的关系 然后从这个历史的记录来看 人跟猫啊狗啊的关系 从名人的意识来看 看到猫啊狗啊 跟某些名人某些名媛 之间的这种互动 非常有意思 待会儿我们再聊 有两三章 我也很有兴趣的 猫咪东游记 中东野猫呢 这的后代 换下说 家猫并不是历史上 唯一被寻化的猫科的动物 是吗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帕博大国民 今天我们请来了 这个历史学家胡川安 我们聊的是这个 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看 我们刚才一路聊下 各位会感受得到了 我刚才在想 我们刚刚中 因为在广告空档的时候 我们稍微聊了一下说 猫比较 总是给猫的形象里面 除了我们可能会说 它比较冷静 它比较优雅之外 它猫的另外一个形象 也比较容易跟恐怖 跟阴暗扯在一起 所以刚刚我们在 两个人在聊天说 对啊你看恐怖片里面 通常会比较会运用猫 来做一些恐怖片的素材 但是几乎没有狗 几乎没有狗 那我就开玩笑讲说 这个狗实在是 相对来说是肤浅了 狗应该没办法当哲学家 猫可以当哲学家 狗很难当哲学家 那突然我就想到说 但这样讲起来的话 狗也不太容易成为诗人 对不对 猫成为诗人 还比较容易一点 对因为 就那个image 诗人好像都有一点忧郁 忧郁 狗太阳光 对对 野猫史 那个猫咪东游记这一段 怎么样呢 它说的故事 它主要就是说 它中东的野猫 它怎么慢慢的带到了 就是带到了东方来 那刚才我们就说 因为中国的猫 它是从印度来的 印度来 那印度它又是 一般最早我们看到猫的一个痕迹 比如说刚才埃及已经看到猫了 那埃及之前的 我们现在发现 最早的一个猫的骨骸 它是在塞浦勒斯 一万年前 一万年 但是那个时候 它就跟人张在一起 然后所以 但是它等于是说 从西亚慢慢的 经过了西亚到印度 然后再到了中国 它是有个传播的过程 所以那一开始呢 其实除了猫以外 还有一种动物是被驯化过的 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苗栗的那个石虎 就是石虎 它以前也是被驯化过来的 可是就是说 这两种动物 你看它本来都不是台湾种 因为我说 它也是台湾 慢慢漂流过来台湾 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 就是那个作者很厉害 就是当然它除了讨论 整个猫咪 怎么从西亚 一直传到中国以外 又讨论到了 从中国再传到台湾的过程 那他厉害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历史语言学家 他好看 原住民里面 十二族的语言里面 看他们的猫的发音 是从哪里来的 结果发现都跟尿有关系 就是台语的猫 所以很明显的 就是以前的原住民族 并不知道猫 所以这个猫也是外来的 外来的语 外来的种 而且重点是 他跟讲台语的 和民族接触了以后 才知道有这个东西 最有趣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你看台湾有多少地名 跟猫有关系 对 政大的猫控 后政大后面的猫控 然后还有比如说 我们说 以前有的时候 有打猫 打猫 对 打猫 有打狗 然后也有就是说 在台湾也有很多的 像猫 跟猫有关系的地名 都是因为 一开始这个东西 大家没有看过 所以他就 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 最早看到他 就会用猫去取名 对 然后台语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鸟跟 就是 就是另外一种猫 是野猫的意思 所以我们那个 他也去考证 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 慢慢从那边传来 然后发现 最早在台湾的猫 是所谓的狼桥猫 狼桥猫就是在小琉球 小琉球 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 他怎么传播过来 那小琉球的猫 好玩的地方 因为小琉球 刚好在台湾海峡上面 那台湾海峡以前 它并不是只有 汉人的船来 很多从西方过来的 那些荷兰人 葡萄牙人 这些人 他们可能船上都有猫 帮他们抓船上的老鼠 所以一开始 小琉球的猫 可能也可以见证 台湾大航海时代的 一个历史 哇 这太有趣了 对 我说你从猫 反而是可以看到一个 后面的整个 背后的一个文化史 而且是台湾跟世界的 一个连接 从这些 比如说一些古猫 这个猫名称的历史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大航海时代 所以说照你刚刚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可以推测 台湾的家猫 进到台湾的历史 大概也就是 我看跟台湾人400年史 其实很接近 是一样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猫 就是一直可以看到 人类的文明跟演化的历史 更够 但是除了这个 汉人带来这个系统 你刚刚也讲了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西方人带来的 西方人 西方也有可能 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他们也会带一些猫 对 因为船上有很多老鼠 我懂了 他们一定要透过一些猫 来天敌 来克制 来克这个船上的老鼠 因为要不然 他们可能船上的食物 都被老鼠吃掉 然后可是他们到了 这个陆地上以后 这个猫也有可能 他可能又在那边生下来 就生下来 就留下来了 所以说 哇那这样的话 台湾的猫的历史 也就回来印证了 台湾的历史了 对啊 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概念了 你研究猫骨头 就看到台湾人的历史了 对 哇哇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吧 有说台湾 如果你看讲 中国的猫的历史 那就是中国跟西域的交通 文化互动路径 流进来的 那台湾就是多了 台湾本身的 这个特殊的 这个历史情境 移民的岛屿 对 然后加上大航海时代 西方过来的 这个路线 就整个就解释了 而且如果 同样的 同样的观念 你可以用在日本 就日本的猫 本来也不是原来一种 但日本的猫是为什么 是因为浅塘史 就是常在日本不是派 常在派很多男生 他也是学了很多佛法 那同样是为了 要把金书带回日本 他们也是要怕老鼠 去咬金书 所以也是把中国的猫 再带到了日本 所以这等于也是 就这样的传播路径 同时可以解释 他们当时浅塘史的路径 对 但是各位想想 西域的猫 一直往 到中土 然后再跨过这个海洋 到了北边 到了日本 穿过这个朝鲜半岛 然后进到日本 然后这边呢 就到了台湾 再过去就不行了 太平洋了 就没了 对 但只有靠人类的船 那就靠人类的传播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起来 但你可以想起来 在以前交通 没有那么全球化的年代里头 靠着陆路 或者是后来的大航海时代的这种船运 这个也已经是够可怕的 船部的速度是够快够大的 而且够广 然后你看新世界 新世界的猫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我说在比如说 就是到了那个北美大陆 然后到南美洲 或者说那些加勒比海上的岛 那是透过欧洲人 从欧洲当时大航海时代 要到了美洲 然后带过去的 所以就是说 我说这等于就是 你从这就看到人类的整个 扩张的历史 对 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到 人类扩张的历史里面 会带动某些物种 在某些地方 非常奇特的 快速的扩张 就反而构成当地的某种灾难 对猫特别是 因为猫是天生的掠食者 对对对对 这种我记得好像是澳洲是不是 对 他们现在就野猫成群 猫太多 要扑杀 要扑杀了 变成就一个大困扰了 嗯 猫的繁殖力很强 很强 而且主要是在 通常在他的那一个自然界里面 很少人可以是他的天地 比如说他可以抓鸟 他可以抓地上的蟑螂 他什么都可以抓 老鼠也可以抓 如果他要抓的话 所以他是天生的掠食者 那反而是 你有时候就算加猫 你把他放回野外 他也可以很自然的 顺应野外的生活 那狗就比较不行 你看狗是通常 你放回野外 他就完全忧郁症 他自己的心里会出问题 可是猫好像 他因为本来就循化的 不像狗那么深 所以你即使放回野外 他也可以变成天生的掠食者 然后把这附近的一些 可以该吃的东西都吃掉 所以说各位懂了吧 如果用猫来比喻女人的话 把狗来形容男人的话 你就知道在这个对对战 猫狗大战的对战历史里面 谁会输了 没错 当然是男人会输了 男人会忧郁 对 就是如果太太离开 男人是会忧郁 但是如果老公离开 我就是要到这里就收场了 你还把他讲那么明白 你还把他讲那么明白 因为反正我们都结婚了 好 今天访问胡川 我这觉得学历史 真的学到这么样子的天南地北 这么样子的进入到生活 我想也让大家开了眼界 表示说 不要老是从一个很传统的角度 去看待某一些学科 那个学科最重要还是说 你怎么让他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访问这个学历史 出生的这个胡川安教授 让他来跟大家谈一谈 他们在整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团队 新出了一本书 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讲的也就是人类文明史 可是我换个角度来看 人类文明史里面跟猫跟狗 这些有关的历史 一看下来 各位就发现到 刚才川安也讲了 从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 最早的猫的这个骨骸 跟人类之间有关的超过一万年了 一万年各位知道有多久吗 就是在西伯利亚的长毛巷 都还在 一万年前是长毛巷还在的年代 你看看 这样子一个历史里面 就已经看到 人跟猫跟狗的关系 已经很密切了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万年前人类就基本上 已经可以寻化猫跟狗了 没错 而且最近大家常有在讲说 大家都养猫小孩 养狗小孩 不养人小孩 把它归罪于猫狗 我觉得这不是负责人的讲法 自己不想生就怪罪猫狗 你看长期的这一万年 人类都跟猫狗相处得很好 但人类的生育率还是很高 所以我是说 最近有人说 是因为养猫小孩才不养人 这不是 就是捣狗为营的一种 方法的想法就是 好 在这本书里面 那我们因为今天访谈 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希望台湾的 我们这些 所有的中文的读者 怎么样子透过这本书 来重新理解历史呢 我们先谈 主要是因为我们故事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历史 那到最后就是说 因为以前大家觉得 历史是一个很遥远的学科 那我们当然讲猫狗 也是一种比较生活化的历史 可是里面讲生活化历史 不代表它会变得欠宝 或者说没有深度 那我们讲猫讲狗也是 就是说从猫跟狗 跟人类的一个关系 反而是展现了 我们文明的一个高度 就是说你比如说 对猫跟对狗 越好的一个文化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文化的内涵是比较高的 或甚至我们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在讲猫狗实验的故事 最后我们就是讲说 我们现在的猫狗的实验 它怎么来的 它其实也是因为人跟狗之间的 一个非常深厚的关系 就有一只狗在1960年代 它叫胡椒 然后它是一只大麦丁 然后因为它就在家里 附近走一走 有一天就被一台车带走 然后它甚至那时候 猫狗实验室甚至不理你 是不是有家里养的狗 它只要抓到一只 比如说就可以卖掉 那就可以直接就拿到一些钱 就跟我们以前 其实人类以前的大体 也是这么随随便便 坟墓里面挖一只这样去做 可是后来因为有很多的 伦理的规范 包括我们要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透过好多种 比如说律师 还有各种专家 来评定你这只狗 或是猫 适不适合做实验 或这只动物 适不适合做实验 那从这个过程里面 你其实我们也看到 人类的文化 一直在演进的过程 对所以我们就说 还希望透过这本书 也是让大家可以知道 说猫跟狗 它不只是一个动物而已 而是因为它是 跟人类有关系 它跟人有关系以后 它才会是 它才是重要的 而且它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一个伙伴 猫跟狗的历史 各位如果透过这本书 真的可以感觉到 第一个 它当然时间上来看 可以拉得很长 第二个 从考古资料上来看 它其实在几千年前 就跟人类的生活习惯 拉上关系 甚至有很多的寻葬 或者是这个做成逃拥 我们说的那个人有人 人拥 但是这个猫跟狗 猫跟狗都有 还是狗比较多 汉代代是狗 因为猫是从外来的 唐代以后才进来比较多 所以之前其实是狗 当然了 讲到这个狗 各位也会觉得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或者在东亚的历史上 有一段 那就是其实比较 现在讲起来是非常不文明的 就是把吃狗肉 变成一个部分 可是这个也表示说 其实狗在人类的历史上 的那种多样性 要比猫复杂多 因为比如说我们 最记得当然就是 仗义多为土狗位 就是我们在讲 刘邦他旁边的那个 当年他身边很多的工程 都是在市场里面土狗的 所以特别是凡快 但是他凡快 就是同时把刘邦 救出鸿门宴的那一个 所以他工作就是什么 他就土狗 那这也的确跟我们考古 发现的一样 考古发现在西汉初年 有一个墓叫马王堆 马王堆汉墓里面 发现里面有菜单 然后我们看 那个菜单的料理 里面写什么 有那个炙烧狗肝 还有狗肉羹 但是真的是菜单 就表示说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这个食狗这件事情 是社会上的一个 很日常生活的 就跟现在的猪一样 没错 所以才会有在市场里面 有人以土狗为业 才会有 但是毕竟就像你讲的 就像这个书名讲的一样 猫狗说的人类文明死 那个猫狗一定会跟我们讲说 不要再讲那一段 不要再讲那一段 好吗 大家听不下去 但是也还OK 我们现在看到走到了现代以后 这个狗拳 猫拳的观念 一直在抬头以后 这个部分就变成年轻人 所有现代人 连体也不会去提他了 就觉得那个是一个 不堪回首的一段 阴暗的历史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进步了 先非常谢谢胡川安教授 带来的猫狗说的人类文明史 月之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 它是一个单篇单篇的形式 所以刚才川安还讲了 你随便翻哪一篇都可以看 你高兴看哪一篇就看哪一篇 这就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谢谢胡川安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是蔡日平 祝福大家 多读书 多思考 是快乐的事